我在初三升高中的时候 监考老师完全不是这个学校的 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对对 异地监考 然后不认识的监考老师监考 突然间到最后一道题 我拿出来要抄的时候 拿出来一抄 然后老师一个眼神看着我 我真的要对视了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举动吗 就人整个懵着吗 我就这样 我疯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 但是做完以后呢 老师变得很惊讶 老师就 老师 老师 但是你真的是傻子就是 没有啦 老师不要这样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死定了 我就头慢慢低下来 我大概看到他有五秒钟 我头慢慢低下来 我当时就想 哎呀 死了完了 就死了 我爸爸知道已经打死了我 然后再过一会就没有反应了 然后再看看这个老师 上吊了 没有啦 这个老师就 我看他 他 他放过我了 他竟然这样看到我以后就 放过我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我长得帅 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来人呀 来人呀 吓死他 好过分 这个故事 真的真的 我想说张主帅很帅的 你这样子 他就放过你了 他真的放过我了 最后在成绩当中体现 对 在成绩当中 其实越那样 你心里越发毛 你不觉得吗 薛之谦 如果你当老师 发现有作物的 你抓不抓 如果那个人 薛之谦 薛之谦 如果是我 薛之谦 薛之谦 你给我们讲讲监考老师 表面看我是一个考验老师 其实我也是咱们 火星四大名补之一 因为今天我带来了 我们火星四大名补 最会监考的四位老师 来 有请 哇 四大名补 四大名补 首先 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号称考场铁手的孙老师 我的秘籍就是用看你的眼神 我就能知道你是不是要作弊 哇 什么样的眼神 是作弊的眼神 第一种是学霸型的 它的状态是很淡定的 它是这样子 它不会管你的任何反应的 第二种考生是准备作弊的 它的反应是这样的 试试试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真的 我就有 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位隐藏在西北地区考场 被称为考场捕手的陈三 这个老师看起来很可爱 对呀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叫做陈三 因为他曾经在一个考场抓住他 抓的这个考场就剩三个人 老师 你好狠个心 不能给我们留条活路吗 别人是杀鸡敬猴 我连猴都不留了 猴都不留了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人称 新鸡哈的巴哈老师 如果直接来到的话 就头烧碎 腿打蛇 那边事儿 打骨折 真的假的 他就是 有没有作弊 有没有作弊 这是在考场上 没有抓不到的 只有想不想抓 像刚才你们说的 那些作弊方式 其实我们这些老师 在平时监考的时候 都会抓的 不信我们见招柴招 来来来 我们来说一下 有有 有弄个皮筋绑腿上 再弄一个皮筋顺出来 然后把这纸贴在皮筋上一摔 一松手弹回去 见过这种吗 女生作弊和男生作弊还不一样 因为女生是长头发 她长头发的时候 考试会劈头发 因为老师不是看眼神吗 我不让你看到眼神 我全部挡住 来咱们马上考试了 女同学把头发全部扎起来 扎头吗 其实这种夹带小抄 是考场当中作弊手段 比较低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只要准备小抄了 你要有动作的话 你首先一定会反应到眼神上面 对 大家都是很淡定的 就你这个女同学 戏特别多 老师我头发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我眉毛太长了 我这边有一个招数是真的 比如说今天考英文 外面那个同学就去做同样的卷子 他就在里面接电话 但也不是耳机 他有两颗黄豆大小的磁铁 塞在耳朵眼里 电话响了以后 这边是耳机 那边有人给你打电话 好 我们开始了 ACBCC 听清楚了 咳嗽一声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作弊 他就是只是在作题 你那个是放在这边的 像发包机 现在还有一种是塞在鼻子里面的 它是震动的 正一下A 正两下B 真的假的 那考完一场是椅子会种这么高吗 第一 就是现在大型的考试的话 都会有那种安检仪的那种东西 你身上只要是有一点点金属 都会被检测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大型考试作弊 是要入刑法的 是要东监狱的 所以说在此提醒各位考生 在大型考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否则后果自负 天啊 天啊 喇嘛 我觉得老师最厉害的一进去 同学们 我国法律规定 这招太狠了 就是要入刑法这个 在像今天这样的大考当中 如果谁作弊 将会所牢 在古代的时候 监考官往往抓住那个学生的话 他很有可能一转背 就变成监展官 当场砍了 那是国考 一旦被抓住的话 真的就有可能会是这样 本来抬着头考试 考着考着突然间啪 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给考生和老师们 在作弊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的心理压力大过于 我考试拿不好的分数 去见家长的心情 真的学生作弊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更可怕 更煎熬 更难受的 其实针对作弊的话 我们巴哈老师还总结了一套 抓作弊的这个口诀 这个要听一下 挠头无嘴 绝必不会 这个转眼抖腿 小抄到位 呕吐拉西厕所派对 搭讪监考 只为团队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一个考生 一会儿在挠头 一会儿在无嘴 这肯定是不会 所以他接下来一定是 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转眼抖腿的这种同学 就他拿到了这个小抄 所以他会腿抖得非常剧烈 然后第三个 就是一会儿说自己肚子疼 一会儿说自己突然特殊情况 要上厕所的 这一定是在厕所要进行答案交换的 最后一个 就是有的人他是一个小团伙 就这边一个人 就引诱监考老师过去 但其实在考场的另一面 已经有人在交换答案了 所以说 我自己一直都觉得 严是爱 孙是汉 在教室里面 你偶尔还能作作弊 蒙混过关 但是人生的大考 你找谁作弊 真的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 所有的困难和考试 才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度过它 是的 无论如何 我们要感谢四位老师的到来 谢谢你们 我提议 与其那么处心积虑地去准备作弊 不如勤勤恳恳地去完成你的学习 因为只有好好学习 才能天天向上 大家 大家